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封面云溪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持续都有一些降雨的情况 不过特别提醒您 现在还不是雨势最大的时间点 因为接下来这波封面云溪会持续 来来回回滞留百当在台湾的上空 所以接下来新南季风还会带来更多的水气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恐怕雨势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再来的大 先来看一下明天 明天因为封面往南移动的关系 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会比今天来的再更大一些 北部地区反而明天的雨势会稍稍的趋缓一点点 那么因为这波封面云气持续剧流在台湾上空 现在看起来至少会降雨降到礼拜六 所以全台各地的不稳定的天气至少会持续到礼拜六 提醒大家真的要做好一些心理的准备了 那么另外也因为新南季风在接下来这几天会持续的增强 所以礼拜五礼拜六各地的雨势会比现在再更明显更大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美雨封面滞留的时间长 带来的雨势又会越来越大 大家真的要提前做好一些防范准备了 好我们先来看消费性云图 今天台湾就是受到这一波美雨封面滞留的影响 各地都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发生 甚至有些地方的雨势已经到达了大雨等级了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预计接下来这几天 这波美雨封面就会持续在台湾上空来来回回持续滞留百当 至少要等到礼拜天它往南压到巴士海峡上空之后 降雨的情况才会明显的趋缓下来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各地恐怕都是下雨下不停的状况 除了这个衣服亮不干之外 地窝地区真的要顺防 很有可能都会出现一些积水甚至是淹水的情况了 赶快检查家中附近的排水系统有没有正常的运作 那么因为下雨的关系各地是一个比较偏凉的感觉 这个北部地区在礼拜五感觉最凉 高温大概降到24度左右 那么中南部地区也是一样 接下来这几天气温是比较偏凉一点点的 也是一样礼拜五最凉 这个高温大概来到27度左右 是属于湿湿凉凉的天气状况 简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 刚刚提过了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状况 恐怕会越来越明显 除了会一直持续降雨降到礼拜六之外 礼拜四下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礼拜六 因为西南风会明显的增强 西南风增强就会带来更多的水汽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降雨的情况就会比今天明天来的再更明显了 可以看到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礼拜五礼拜六 各地的降雨都有出现像这样子子红红的现象发生 而且是整个西半部地区都有机会出现好大雨的状况 天气状况相当的不稳定 都有好大雨发生的机会 特别是山区要注意很有可能都会有一些溪水暴涨 土石崩落的情况发生 千万不要再往山里跑了 那么在平地也要注意低洼地区很有可能都会有一些 积淹水的灾情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一波美雨封面是今年美雨季非常典型的一波 带来非常多降雨 而且影响时间非常长的一波美雨封面 提醒大家一定要非常地谨慎面对 提前做好一些防灾的准备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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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